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鱼飞 又来到时事观察的时间 今集节目讲一件奇特 被中皇内地自媒体 形容为是很魔幻的 长颈鹿事件 听完节目介绍之后 大家可以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 以下时间关系直到正题 讲一下长颈鹿事件是什么一回事 在刚刚过去的2月2日 中国A股是熔断式下降 上证指数 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数 最近已经不是说3000点这个心理关口 是已经去到2800点 而2月2日当日 最低位是连2700点都穿过 收市就叫做是站在2700楼上 而深证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创业板跌得更惨 2月2日当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开的中文微博 不知道几点钟开始就涌入大量的中国网民 而更准确的说法是涌入去的 是买股票的股民 我不是当日就知道这件事 是第二天2月3日星期六 看了一篇自媒体的文章 才知道有这样的事 那篇文章现在已经打不开 我下面付给大家的是转贴的连结 不知道还打不打开的 我2月3日中午看了一篇文 晚上就登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 查一下那篇文章说的是否真的 以下我先介绍一下 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基本情况 在2月3日即星期六当晚看到 粉丝量超过334万 我快速立了一次平日贴出来的铁文 点赞的like 即大拇指的符号数量 大概是几千到几百 转发是百几到几百 留言就是一百到几百条左右 以中国14亿人口 一半人上网大概就当它六七亿人来计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算是偏淡静的那类 但2月2日就有大量的中国网民涌入去 搞出了长颈鹿事件 据我查证之后的理解 2月2日钉在顶顶的那则是洋人拜年的贴文 下午2点多就发 而属于科普类的长颈鹿贴文 是晚上10点前贴的 而当日是合共发了六七个贴文 当中以长颈鹿那篇点击和留言最多 拜年贴是第二高 而2月2日当日其他几个贴文的热度 总体上都高过平时很多 讲回最热门的长颈鹿贴文 它配的照片是三只长颈鹿 图著就说 科学技术通过提高感知度 来帮助科研人员保护长颈鹿 贴文内容是介绍非洲和美国合作的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项目 长颈鹿贴文以我2月3日星期六来计 有383000个点赞 78000条留言 和超过1万次转发 是平日的十几倍 到现在 2月4日晚上我写完稿了 再上去查一下 留言已经由11万升到13万条 点赞就由38万升到62万 点赞转发就由11000升到14000 听众朋友 幸好我2月3日星期六不断截图 因为去到2月4日星期日早上 我又再上去看看 很多留言已经被删了 而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件事 是涌入留言的不是关心长颈鹿 用中国的说法 全部都是噴中国A股暴跌和书法感受 在这里必须指出 中国A股市场狂跌 不是当日的事 已经跌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知是A股跌 连香港股市都跌到六亲不认 中国股市上证 由3000点、2900点、2800点 不断穿 而香港就是18000点 一直穿到15000点 重新回到疫情时的水平 总体上 中港股市是由去年下半年开始跌 有反弹的 但弹完又跌 中港两地都跌穿了心理关口 和一般股民的承受力 而我在去年底到今年初 从时事的角度开始感觉到不太妥 是一切已经由股民和股市 传道即延伸去到整体的人心虚胁 而这种虚胁中港两地都有 已经不止是打击股民 是打击整体的气氛 似乎是以火烧连环旋的方式 影响到政治和深层的信心和信任 那个气氛其实很危险 而与此同时 一些经济金融光明论 即是一切都是光明的 跌都不用怕 我都喜欢听和希望是真的 不过就会觉得 跟现实看到的夹不起来 香港尤其是近一两个月 自杀的人数很多 不要说买港股的股民选手 是基层的经济和工作都未恢复 长颈鹿事件不像是偶然的 或是外部力量策划的攻击 你只要把它放在中国A股 加上香港股市都跌 跌到出现信心危机的氛围去观察 你就会不敢轻视长颈鹿这件事 一月上旬 上星期 中国出台了很多救市政策 例如不可以借货沽空 还说日后股价要体现股值 这一点都是业绩巧合的内容之一 出台了很多政策后 香港股市都算好些 叫做弹过两天 但都立即跌回一些 但跌极都爬上A股 A股的政策出台后没有弹过 相反还插得更深 所以说2月2日最低位是连2700都穿过 收市叫做站在2700楼上 对A股的小股民来说 现时已经跌到基本价值都保不住 是崩溃式的超跌 上面稍微交代了基本情况 以后讲下我对留言的观察 很多留言大家现在已经看不到 幸好我及时截了图 这些图会放在节目重温的YouTube版 大家视频上可以看到 第一点想说 综合分析 涌入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留言的人 都提及到删留言这个问题 有人就很公道地说 美国大使馆微博这边的留言 最终都会被删的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那边 可能是直接过滤 留都没机会留一留 在留言里面有以下这一条 就说每一小时就来留一条 在这条留言下面有很多回应 不过就是上面说过 2月4日早上 星期日早上已经删了 我及时看到和截了的留言就说 你删我们发 两亿古文冲 而最值得关注的是 网民对不是煽动 即是慎下的那种留言都被删 是特别感到不满意 留言就说 轮到删你了 快点截图拍照留念 而另一条更直接就说 我照读 现实版的政府公信力危机 这样的处理方式叹为观止 总括来说 拥入长颈鹿帖文里留言的中国古文 主要是对A股发洩悲观的情绪 慎下惨情 而美国诸华大使馆的微博 是他人的微博 人地的微博 成为了中国古文怨气 和压抑到爆煲的出气口 要去到别人的地盘 去发洩自己内部的愤怒 这个扭曲一点都不应该被忽视 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第二点想说的是 A股和港股都跌到信心崩溃的边缘 大部分人和股民都在找原因 咦 找原因 在这个背景下留言里有人说 照片里出现的究竟是长颈鹿 还是马 这个肯定是搞笑的争辩 不少人走出来调刊 分明是马 哪个人那么大胆说是鹿 我们由上文下你就知道 这种争辩当中是隐含着讽刺 因为在中国股市不断跌的事实下 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和各种分析 强调的形势向稳向好 究竟古文觉得情况不妙这个实感 和中国官方指出来的大数据和大局 哪一方才是真的呢? 留言里的鹿马之辨 是鹿还是马 有好心的讽刺意味 有一条留言说 我们都认为是马 只那张长的照片 就说 我们都浸淫在 乐观向上的氛围里 不能自拔 很明显这是说反话 另一条留言说 可悲 只有在这里才能自由评论 听众朋友 A股不断跌 跌到令股民对中国经济 是不是好像官方所说的那么稳定 产生了怀疑 这些就是我想指出的 由经济开始转到政治的信心危机 如果处理得不好 甚至想把它压下去 或者用一些人为的向好主旋律 去掩蓋一般人的实感 我认为对日后会有很深层 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不少人未必不肯坐货 未必不肯共度时间 他们只是想听到真实些的分析 甚至可能想听到 有人指出当前的困难在哪里 大部分人都想知道真相 如果大而化之 我们会很容易 将实业、实体贸易 和金融业对立起来 后者 即金融业是钱赚钱 是不勞而获 给人的印象是负面的 不过永远在美国大使馆微博的留言 提醒了我们 A股存在只是想投资 不是想投机的股民 而这群人是伤得最重 较早前 中国中籍集团爆雷 那些是名人和富豪的事 不过 A股长期的全面下跌 伤的是普遍以亿计的股民 他们将职速投入去 有做实质发展的电子商贸业 芯片业 药业 他们要买大企业的正股 可以说是用职速实实在在的支持中国经济发展 而这批人直接被重创 有人会认为 几年后股价可以升回给你 但如果投入的是退休人士的退休金 由抗疫三年到抗疫后的A股大跌 他们未必顶得信 未必可以很没心理压力的 捱到去收复山河 反家乡 如果只是容许向好的言论成为主流 而那些老百姓小股民又相信 他们就会因为未能准确知道危机和陷阱 而在今天又被人骗了的感觉 有留言说 我拉着长颈轮去A股出来变成蕾子 暗示股市是个汤人 扣你水的市场 没了大跌 而最近有几宗上市公司老板因为离婚 要分股票 分身家套现的新闻 离婚那方每次都收几十亿 这些新闻都会令到小股民很难堪 有人留言说 没有公信力了 诈骗市场 股价一涨上去 就离婚减辞 各种容券砸盘 打烂盘 怎样玩 上个月 对电子游戏 就说要出资讯文件 要出的 A股就狂跌了一天 后来有澄清说没这样的事 又升上去 在星星跌跌之间 究竟哪些人是吃到那次的差价呢? 再配合中国大陆最近说金融犯罪电视剧《三叉击》 一起加上加上 跌市可以是个政治和信心危机的问题 有留言就说 政府把股民的钱炸干了 一个就说被割得太狠了 而很高点赞的那条留言就说 要不要保护我 长颈鹿事生命 我也是 而上面说的这类留言 全部都要涌入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去发出敲文 这个情况 我认为是第二个很需要注意的危机 近日 中港两地的股民都在找原因 找答案 这种找真相的迫切性 我认为会逼出信任危机 某一种中国必胜的大局论 和金融上面的光明论 就是说跌市就是个布局 一按键就能升回 这类的阴谋论 我都希望是真的 否则越是朝这些方向去吹风 只会越令人失去信心 因为所说的 所吹的 和大家所知的实况不符合 不吻合 听到朋友 其实我也是相信 在中长线来说 中国A股是救得回的 经济照样可以救得回 长远我是相信的 但是信任反而会是最难救的 如果危机就是短线的 我想更多人愿意知道清楚危机的内容 然后由他自己去做出一些决定 例如决定坐火为国牺牲 或者量力去吹吉避凶 而在已经删除的留言中 有以下这一条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就说 说实在的 绝大多数评论都是在大街上闲聊 随处可以听见的声音 但是 网络上就成了猛虎野兽 怕得要死 道远 听到朋友 这就是我所说的危机 总之 如果官方 或者半官方的媒体 只是花时间 花精力 搞一片向好的光明论 而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 就会再多的人为的主旋律 都只会令论述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很大 太大 信任 反而是很难修补的硬伤 节目到这里就总结 我用一条写得很有文有露 但已经未删去的留言作结 他就说 如果尖銳的批评完全消失 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 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 沉默将未认为居心叵測 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 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 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 那么唯一存在的那种声音 就是方言 道远 留言写得很精彩 有文有露 而我的补充是 一切不止声音要多元这么简单 是要知道真相 今集的时事观集先说到这里 我是余飞 下星期见 拜拜